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170回 修真初翻尘 风声潇洒般争争 回望来世的路就是永恒 未然这个时候连忙下令啊 不要追赶 他们的任务是安然抵达营地 而不是杀伤敌人 不过呢当他注意到 始终站在远处观望的一些零星的修者呀 他猜测那应该是其他势力的探少 不过呢这一战啊 应该能够震慑住不少的人吧 他心里边闲思着 很快的呢 敌人呢全都跑了个惊光 未然下令一些修者 下去收敛战利品 剩下的人呢 则降落下来扎营修者 刚经历战斗的修者们脸上 还残余着兴奋之色 不过他们还是一丝不苟的完成任务 所有的区位们也统统的松了一口气 这样的战斗对于他们来说呢 只是小菜一碟 但是手下的新人还是让他们呀担心不已 不过呢总算是没出什么大状况 但战斗中暴露的问题还是不少的呀 有几个小队呢 施展出来的巨剑盲 大是水准啊 远逊于平时训练的水准 差一点就没有办法动穿对方的队伍 这个如果没有办法动穿 被滞留在对方的阵型中 蜂拥而至的敌人呢 会在一瞬之间把他们撕成碎片 这些区位们也是心有余悸啊 魏然的没有插手区位们 叫醒刚才犯错的修者 他默默的巡视着营地 变客之后 完成收缴的修者飞了回来 这些战利品呢会交给副手 回去之后上交小娘再弄宫行赏啊 魏成斌看的是目瞪口呆呀 战斗结束之快 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了 等他听到那些区位们 在贺骂手下的时候 他有些不能置信 这还不够吗 这么干脆利落的战斗 这么厉害的手下 为什么还要贺骂呢 他不擅长战斗 但是呢并不意味着 他连眼光都没有啊 一支队伍水平如何 他大致呢 能够看出几分端倪来 在他看来呀 这支完全陌生而又独特的队伍 是他所见过的最厉害的队伍 他们也太严格了吧 魏成斌呢有些不能理解 这场胜利 依然被护送的修者们大受鼓舞啊 他们对即将去的地方呢 期待倍增 混乱的小山戒 那武力还是生存的最有力的保障啊 南圣镇 贺翔看着眼前一张张假惺惺的笑脸 太阳穴呢 隐隐作痛 判断比他预想的要艰难啊 这些势力之间 似乎在暗中达成了某些协议 立场呢 竟然出奇的一致 就连之前交情不错的几位老大 这次呢 也是一反常态 莫不作声 他知道 这些人呢 只不过呀 是想讨价还价 可对于一心想立功的他来说 把价码压到最低 才能体现出他以前的能力 基于他位置的人呢 可不止一个两个呀 他不想给别人可乘之机 他不动声色的笑了笑 今天大家都累了 休息一下吧 在下特地准备了宴席 还请各位赏光啊 各位老大呢 彼此对了对眼色 纷纷起身 说困倦了想休息 贺翔呢 也不勉强笑着送他们出门 当最后一位老大也要出门 他的脸色再也掩饰不住 他阴沉如水啊 得想办法分化他们才行啊 他心里便寻思着 转身欲走 恰巧呢 瞥见了一位长老眼中 那一抹幸灾乐祸 心情呢 顿时是更加的糟糕了 卸山环顾众人 大家的目标都确定了吗 众人呢 是一阵点头 雷鹏嗡声嗡气的说 妈的 老子连他上几次茅厕的盯着 真是晦气 众人呢 是一阵倾向 为了确保一击而中啊 众人呢 都事先踩过点 剩下的十位目标 都分配到了人 一个时针后动手 谢山也没有废话 这十五个人 个个身怀绝技 他虽然说呀 是修为最高 但是呢 也不敢摆什么架子呀 好在大家的纪律性都很强 不需要他过多的啰嗦 十五个人 悄无声息的四散离开 雷鹏的目标啊 是一位擅长炼丹的家伙 虽然说现在小山街 灵财匮乏 但是呢 还是有些商行啊 有些存货的 这家伙 也因此找到了一份 不错的工作 因此在收到预检的时候呢 他全横了一下 还是决定啊 留在原来的东家 那毕竟呢 原来的东家 带他不错 这预检的来历不明 他不愿冒这个险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今天呢 总有一些心惊肉跳的感觉 好像呢 有什么大事 要发生一般呢 这让他心神不宁 每次他有这种感觉 基本上 就没有什么好事的 抬头看了看天色 天空云层压得很低 沉闷压抑啊 何要是 东家找你 打打的小二急匆匆的赶了过来 我这就去 他收敛了心神 连忙起身 估计啊 又有活安排下来了 他刚穿过了后院 婚紧后一痛啊 眼前一黑 人是不知了 雷鹏一把提着他四下张望 见没有惊动其他人呢 咧嘴无声的笑了笑 人便在原地消失了 不过不是谁都像他这么运气好啊 比如年禄 年禄呢 有些焦急的看着他的目标 一位擅长豢养的女兄 她正指点其他人呢 配饲养灵兽的草料 这些学徒们 个个啊 恭敬一场 仔细聆听 动手的时间到了 看着目标呢 一时半会儿 绝对不会离开 连路一咬牙呀 决定直接动手了 他的身形呢 如鬼魅一般 猛地出现在了 这女修的背后 会长轻轻一展 左手一提一钻 这昏迷的女修 便倒在了她的背上 动作呀 干净利落 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直到她消失在门口 这群学徒才反应过来 惊恐地扯着喉咙尖叫啊 商行的护卫 立即被惊动了 纷纷地从院内腾空而起 同样的情况 在同一时间 在南盛镇的 不同的地方上演 南盛镇呢 顿时是一片混乱 营地里 左末看着女修 挠了挠头 你总要有个名字吧 这样大家也好称呼啊 新换了副身体 头发尚短 挠的时候呢 感觉头发入手 就像铁丝一样扎手 邪门啊 这头发 怎么可能这么硬呢 女修呢 充耳不闻 左末上次 检查她伤势的时候 发现呀 她体内呢 有一股奇异诡异的力量 她体内触目惊心的 伤势没有恶化 就是因为 这股奇异的力量存在 这股不明力量 就像强韧的蛛丝 遍布她身体的 每个角落 左末有时候都怀疑呀 如果这股力量不存在 她的身体呢 会不会轰然四分五裂 她的气息呢 令人畏惧 应该也是这股 不明力量的原因吧 左末心想 任何人都不敢靠近她 就连傻鸟 这个傻大姐 也不敢靠近她三丈之内 更无论小塔小黑 这么两个胆小鬼呢 这女修还是没有反应 左末的把注意力啊 放回到了自己脑门上 像铁丝一般的头发 自己不会越长越像妖兽吧 她心里边只嘀咕着 三名金甲卫 主见而立 立在她不远处 他们对女修似乎也有一些畏惧 这让左末的百思不得其解呀 金甲卫 那不是傀儡吗 怎么还会怕人呢 女修浑身上下 就让人看不明白 看来今天还是没有成果呀 左末摇了摇头 这些天呢 她每天都坚持呢 和女修聊两句 试图啊 拉了关系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成果为零 她就像是一尊石雕一般 站在那一动不动 左末也从来没有听她说过话 难道不成 她是哑巴吗 左末有些不确定的想 在她看来呢 此女不像大门派出身 因为实在是太潦倒 邋遢 蓬头垢面 一身密密麻拔的 有如苔藓般的戒窗 唯独往好的呀 只有一双赤足了 说实话吧 左末呢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脚 匀称白皙 像欲像瓷没有一丝瑕疵啊 温润小巧 精致不可方物 左末呢 在给她检查伤势的时候啊 第一次见到这双赤足 竟然出现了一刹那的恍惚啊 她就像是散发着极致的吸引力 令人难以挪开目光 只可惜呀 自吸引上全都是戒窗 她戴着面具 松松垮垮的麻衣 赤足呢 踩在泥里 血白温密的赤足 与黑色的泥呢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每每触及 左末总是 不由自主的呼吸一致啊 但是玄节心中更多的 便是惋惜 哎呀 一个女人 浑身长满了戒窗 也真是可怜的 心中微微的叹息 她也不知道自己在感慨什么 起身呢 飞上了一座山峰 急目远眺 天空如碧喜 白云如沙呀 山风微微的吹着 凉爽无比 山脚下的天星湖 宛如一块剔透的宝石 镶嵌在了群峰之中啊 左末心情呢 顿时开阔了许多 小山界 林起飞虚 但是对于这些草木野兽来说 并不多少有不同的 反倒呢 因为没有修者的活动 群山显得郁郁葱葱的 为了接下来的建成 她把营地呢 扎到了天星山 忽然想起了 淳于成师兄一脸的不愿 她不禁一笑啊 成师弟 真是一名豢养吃人 几位孙宝 带领着手下的修者们 拼命的在赶工 建成所需的材料 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字啊 比如说成砖吧 多油呢 三十日切割而来 每一块都需要经过炼制 壮克服阵 修者开采三十 这并不费事 但是炼制起来 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为了能够加快进度 左墨呢 布下了大阵 再次收集了大量的金屋火 人手一份 手下的修者们 自然是惊喜莫名 越发的卖力了 每一块青石条 长三丈 宽一丈 高一丈 由金甲卫开采来后呢 便由修者开始炼制 但是让左墨感到头疼的是 金屋火品阶太高 这些不过二品的青石 稍有不慎 便会融成一滩岩浆啊 后来采取先转刻浮阵 再用金屋火炼制 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炼制过后的青石条 缩水一半有余 呈青金色 质地呢 细密至极 坚硬无比啊 左墨试过 便是用飞剑砍 火花四剑 丝毫不损啊 只待左墨灌入全身林立 一剑之下 这飞剑 才没入十一半有余 如此材料用来制造灵甲之类还不够 但是用来啊 做城墙 那绝对是绰绰有余了呀 五十名修者 全都来炼制青石条 而左墨自己呢 则忙着勘测地形 新建的城 必须布阵 这次布的阵呢 是要对付金丹修者 对于左墨来说 这是个前所未有的考验啊 他以前布过的所有的大阵 包括荒木礁上的大阵 都不足以抗衡金丹修者 他见过金丹修者 但是呢 从来没有和他们动过手 也不知道金丹修者有多厉害 但是他知道啊 肯定比他想象的要更厉害 灵脉和金丹对灵力的理解 有着本质的区别啊 他不知道这本质的差距 究竟有多大 他只能的是接近所能 路途艰辛啊 望着远处群山 左墨眼睛黑亮深邃啊 连路身上背了一个人 周围景物不断地向后飞略 速度呢 竟然一点都不慢 仔细看便会发现 他的脚底呢 拖着一朵白莲 白衣圣雪莲花 娇艳 欲逢而行 说不出来的那么潇洒呀 看着沿途不少女修呢 两眼放光 哎哟 好帅呀 女修们的尖叫声不绝于耳啊 背后紧追不舍的修者们 听到尖叫 脸色顿时更加难看 连路此时呢 没有半点遮掩 他挑了一条最直接的路线 一条直线 不光是他 其他九人选的都是直线 他们从镇内的各个方位 齐齐地朝南圣镇的镇门掠去 如果从南圣镇的天空往下看 便能够看到十道人影啊 划出了十道笔直的线条 即将相交于镇门 在他们身后 总共有五六十位修者 他们被牵引着齐齐地朝镇门涌去了 许多修者纷纷地飞到半空 他们在看热闹 心中呢 也是大为的惊讶 这是什么人啊 什么人 敢在明霄派的地头 如此放肆呢 雷鹏第一个到达镇门 他甚至呢 还有闲情 回头望了望 急速靠近的其他同伴 得意的呢 咧嘴大笑 这才啊 转身背着人 悠哉悠哉地 穿过着镇门 其他九个人呢 同时看到了雷鹏一脸得意的表情 九个人同时 翻了一个白眼 不需要打招呼 众人呢 皆冷哼了一声 同时发力 尖锐的笑声啊 顿时响彻了南盛镇 九道人影啊 宛如九道利剑 夹带着尖锐的笑音直扑镇门 南盛镇的镇门 只不过是象征性的建筑 贺翔呢 压根就没有想过 有人敢打明霄派的主意 敢在明霄派的地盘上撒野呀 那除非您是不想在小山界混了 正因为如此呢 这南盛镇的防御 简直是弱得可怜啊 九道人影高速地略过 可怜的镇门呢 顿时被如刀割的剑气呀 是撕扯的粉碎 镇门灰尘弥漫 目屑横飞 后面追击的修者们接踵而至 他们见状毫不减速 浑身灵甲呀 使光芒闪动 灵照开启 直接准备 从镇门处穿过去 我就知道 这帮人肯定要咱们吃灰 灰尘里呢 有人抱怨到 无数的剑盲 陡然之间 从灰尘中迸射而出 就像是隐藏在黑夜中的蝙蝠 伸出了他们心血的獠牙呀 有埋伏 追击的修者们大惊失色 呼呼 追在最前面的修者 根本就来不及反应啊 那灵照就像是纸糊的一般呢 瞬间就被冻穿了 修者身上多了几出血孔 这名修者脸上的表情呢 也立即的就凝固了 身体失控像沙包一般 依着惯性啊 身体呢 一头摔进了灰尘里 不光是他 靠前方的几名修者 没有一个活下来的 剑益 后面的修者大惊失色呀 如此摧枯拉朽的剑盲 只有一种可能 剑益 只有领悟了剑益的剑修 才能释放出如此恐怖的剑盲 才能如此轻松的 洞穿灵甲一剑致命 树木并不多的剑盲 颜色各异 显示不同的剑修放出来的 不止一名领悟剑益的剑修啊 这群修者脸色大变 领悟剑益的剑修极其的罕见啊 明白其的剑修 领悟剑益的百中有益 也算难得了 那么这些剑修 又为什么 孜孜不倦的 想领悟这个剑益呢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 欺喜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 第171回 中文字幕提供